赢家看趋势 输家看涨跌 大家好我是成峰 欢迎收看台股战略家 台北股市继续往上扩关 扩关的一个关键呢 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你钱尤其是外资的钱 你没有汇出去 行情就会继续 所以新台币还是非常强悍 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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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万八的新成峰呢 这样的一个slogan 在什么时候已经告诉大家了 就在今年的3月18号 我想成峰在TG里面告诉大家 不要错失万八的行情 今天台北股市正式来到一万八千零八点 这是最高 说成交量这个太巧合了 整整六千亿 六千亿 那这样的万八已经来了 很多投资朋友就会有一种疑问 什么疑问 崩盘 其实崩盘之说呢 从一万两千点就开始有人一直想 一直想 一万四也想 一万六也想 一万七也想 现在一万八千点了 我告诉大家 这个崩盘之说呢 从来没有停过 包括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的这些大佬 史诗级的泡沫 史诗级的重挫 崩盘 暴杀 大跌 这些用语 你都会在接下来的一季里面 陆陆续续都会听到 这不是在吓你 而是说 当你在看着新闻 在操作这些个股的时候 你会发现 输的机会 往往是百分之九十九 因为新闻就只有准当下而已 它的准确性是什么 就当天最准 当天最准 拉上去 它会告诉你买盘增加 下跌 它会告诉你呢 卖盘正在调节 这个时候最准 就准那一分钟而已 其余的 都没有参考价值 我可以这么说 所以接下来 RSI 这个技术指标 进入顿化 只有一个条件 能够让它顿化 基本面 不要变坏 基本面 不要变坏 而且要更好 那有没有这个条件 待会会用一个指标 来告诉大家 会用指标来告诉大家 所以现阶段 现阶段 全球包括科技业 或者是零售业 它的买器 或者是接下来 未来的买器 未来 未来 会不会有所谓的 补库存的一个行情 今天只用 两个制造业跟零售业 来告诉你 这是企业跟企业的存货 还有销售 也就是说 各位 国小数学 国中数学 大家都有学过嘛 分子我们放什么 放存货 分母我们放销售业 销售业 那如果 这个数字呢 越来越大 那代表分母比较小 也就是说呢 我卖的东西呢 卖少少的 可是 我的分母很大 我的存货很多 都卖不出去 那这个就会非常恐怖了 代表下游的销售动能呢 出现了严重的一个衰退 这跟我上个礼拜五 告诉大家的 台股要续强 美国人的消费动能 不能够 衰退 那请问下 以现在目前制造业 1.48 也就是说呢 库存稍微有多一些些 但 跟之前的一个 水位来比呢 我个人认为 你现在要进入工业4.0 这样的一个库存 跟销售 我个人认为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也就是说数值呢 从先前的1.8呢 已经快速回落到1.48 销售有增加 存货呢 也有快速的下降 这是好事 这是制造业 那零售业呢 更是来到1.07 也就是说 大约只要花一天的时间 一天的时间 企业 尤其是零售业 就可以把他们公司里面的库存 卖光光 那去一下 东西卖出去 代表消费者的一个动能 好不好 你这样想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今天透过 企业的存货跟销售的一个 数值来告诉大家 美国现在他的 这个消费动能不消息 还没有消失 再来给大家 第二个数据 刚刚讲过的 第二个数据 目前呢 美国正在 出现了严重 非常严重的贸易逆差 也就是说 美国人都一直跟销售市场买东西 让进口呢 的一个总额呢 大于美国的一个出口 近 继2012年以来 最大的贸易逆差 还在持续哦 所以美元会弱势嘛 就是这样的原因嘛 美元都流出去了 都送钱给这些 新兴国家 中国 甚至是台湾 甚至是台湾 这就是在贪美国家的钱啊 所以衰退 有没有消失 从企业存货的一个销售比 还有 这一个贸易逆差 并没有消失 所以你安心的 基本面 以台湾来讲 会不会更好 我个人认为 会 我个人认为 会 所以6000亿的成交量 跟过去以来 的确是爆量了 但我也在强调 当成交量 从2500亿 是一个正常水位 当成峰告诉你 4000亿 已经是一个正常水位了 我接下来 进一步的要上调 成交量 如果没有5000亿以上 这个盘 是不正常的 成交量 没有5000亿以上的 台北股市 是不正常的 记住这一点 所以接下来 景气这么热络 有 会不会继续 有 会不会继续 现在 里面有人 这些成员 大家都笑不出 大家都想要 赚多钱 他们想要 把这个三両 政家 但是我又告诉你 现在 现在 他们在这里 玩这些 像是孩子在玩家 好像小朋友在玩 那叫做拌虚 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地方 常常在拌虚 久了你就知道了 这叫做拌虚 这虚是要怎么拌 就是要拌说 没有这个结果 都没有结果 一圆再圆 我就是没有给你们结果 没有给你们结果 他们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把他们的价格 扭起来 就是要把他们的价格 油价拉起来 所以现在这个拌虚 大家都夫妇的说 我不要说了 后来老公的再来说 八月份再来说 他现在就是什么 克勢说 他现在 其实我们 经济是很浓的 经济很浓的 油 蓋 你不才有我赌的理由 不才有材料 我油起来 你也是要来买 你还是要来买 你还是要来买我们的油 所以现在油 我个人认为 还涨的格局 即便有修正 也不会太大 也不会太大 所以当时五月中旬 油从65开 布兰特原油 现在已经快要来到77 各位 77元 一趟一百 我相信的 油起来这么高 到底是要买什么 你要说他阴谋论也好 我告诉你 全球的运转 就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这就是这样 现实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政治加经济 你光是一直分析经济 我个人认为 还是有一些些偏颇 还要把政治的一个角力呢 也把它纳入考量 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脉动 主线就会慢慢浮现起来 所以要打谁 打中国大陆 70%的能源依靠 你都靠这油啦 你都要油啦 你没有油 你整个经济都要靠耳 我去给你拼 油给你用我更高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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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放不住 让你放他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再来看看 所以为什么过去 我从去年的12月 我可以叫中实话 从12月4号 买进 12月24号 短线上我们跑一下 再来过年前 再一次买进中实话 因为我知道 油就是会涨 而且是大涨 而且可能是本世纪以来 油呢 就最后一次来到100美元以上了 100美元以上了 所以这一波的油 包括它相关的这些供应链 我一定要做到 我肯定要做到 那想请 请教各位同事朋友 去年12月14号做 今年的2月4号过年前做 到现在 请问 中实话 涨了多少 从9块 来到17块 17块3 这样就结束了吗 我们5月17号 再做 5月18呢 5月18呢 另外一组 也加入这样的一个战局 26 提醒 这些投资朋友 提醒会员 来 13块7 一定要过 我们再来加码 让陈峰再确定一下 这些关键的券商 对于中实话 后续的走势 你存什么样的心态 想小打小闹吗 跟先前的一个中实话 过年之前 甚至是去年 年底12月14号的 这样的一个中实话 小打小闹吗 还是要来个大波的 要像在这里一样吗 12月14号 来我们看一下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今年的过年 大概在这个地方 大概在这个地方 这是台剧 不好意思 在这里 中实话 大概是在9块 一路飙上来 飙到17.3 将近快要一倍 100% 快要100%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再一次的布局 隔天 5月18号 再买一次 一路到13.7的时候 再买 再爆上去 各位 这是一个节奏 那为什么陈锋这么看好 当然是跟景气有关 现在的景气是衰退吗 现在的景气 正在扩张 而且扩张的速度 比3月份 陈锋在推 整个景气的一个循环 还要来的更快 更猛 不能说始料未及 不能说想不到 只是没想到说 哇这个速度 比较快一点 比较快一点 那这么快 验证了我们对中实话的操作 包括我们对台剧的操作 我想都有对应上 什么叫有对应上 假假的我们买 高抛 我们出清持股 我部分的卖出持股 可是这一次的一个中实话 跟台剧 还有包括 先前提到的 华夏 台达化 台本 台塑 台塑化 南亚 青一色的 塑化股 塑胶股 我个人认为 这一堵 要全都出去了 这一次是全部都要出去的 一万八 还有股票会涨吗 你还相信吗 一万八千点 三月十八告诉你的 一万八 万八新成风 新成风 所以 你相信吗 其实我不管你相不相信 总之我相信 我相信 所以我带着我们战略家的会员 来操作 1314的中实话 带着会员 来操作 1304的台剧 所以讲了这么多 包括 未来的一个补库存 还有美国人的消费呢 根本就没有出现严重的衰退 这样的一个大架构之下呢 中实话跟台剧我个人认为 非常非常的有 看头 很有看头啊 很有看头 所以这些震荡 我不为所动 我不为所动 因为我想要带领我们的会员 真正的操作一波 所谓的塑化行情 就跟三月初的一个原物料 2028的威治 还有包括大雅全面性的喷出 要的就是这种 这种才会赚大钱 你一定要有一两档 这种主线 这种未来的主流 资金都在这里 慢慢推 最后呢 狂飙出去的 你一定要有 你的投资组合 一定要有这一档 你不可能你老是每一档 你都在那边10% 20% 然后幻想着如果来5次的20% 就变100%了 不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幻想来操作 每次买进 如果这个20%呢 我们赚多少 100%呢 我们可以赚多少 那就全部纸上作业 你没有真正的爆过一档股票 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绝对没有办法在资本市场赚到钱 绝对没有办法在资本市场上 赚到钱 你可能钱赚到 你每天都提心吊胆 每一天都提心吊胆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 今天我们的忠实话 或者是台句 我们再一次切换到我们的看图软体 看盘软体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各位 台句 回到平盘 回到平盘之上 忠实话呢 爬回到平盘 又小小的压回 可是我个人认为 这爱事吗 完全不爱事 虽然我认为说 今天的这样一个忠实话呢 量能如果能够跟昨天 更多 我觉得更棒 但没有 不爱事 就是 关键券商有他做盘的一个节奏 但我们跟的不是关键券商的一个节奏在手 我们跟的是全球景气的扩张 全球景气的复苏 我们来操作股市的 我们跟的是大方向 不是跟这个几块的一个价差在那边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我也会嘛 我不是不会嘛 但很累嘛 很累 很累 我累的意思是说 你可能赚了20% 你会想象下一个20%在哪里 所以我也带投资朋友做了短线了 也有啦 不是说没有 也会有啦 也会有 所以如果你短线的我也是可以嘛 但 乘风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Mega 比较大的一个角度 都还是以波段为主 都还是以波段为主 所以台剧看好吗 忠实话看好吗 今天所有的说话呢 大约在11点多的时候呢 都正式了有一些量能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表态 那这表态能不能延续 我个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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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还有三天 应该有机会发动 而且必须要发动 必须要发动 因为传统产业 景气循环股 传产股 石油 能源 钢铁 电线 电缆 航运 全部 还会 继续走 这个报价 距离我做这一张 已经又上涨了五十几点了 已经又上涨五十几点了 所以东河钢铁 会一日行情吗 什么一日半吗 什么两日吗 你还纠结在那个短线上吗 你还纠结吗 我一次我们从二十几块做到五十几块 你还纠结那个10% 10% 20%吗 你应该着眼更大的格局 100 150 因为我做过 因为 曾经 陈峰还没有当分析师之前 有报过 所以知道那是很迷人的 那是很迷人的 150% 当然如果是行情好 融资成2.5倍 但现在不建议大家融资 陈峰带领投资朋友来做股票 也不会用融资 但是这个100%的2.5倍是250% 250% 说话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再有100%的 我认为机会非常非常大 我会把今天讲过的这一句话呢 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我日后要来做一个验证 万八新陈峰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 所以你还在看衰台北股市吗 这些全部都是不要让你看衰的 都非常争气 每一档 用光什么的都不是阿兜 有人说总实话是阿兜 那天给我看到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继续看下去 行情就是要走别人看不懂的 等到全部人都看懂了 就是Ending的时候了 解封概念我现在要来做了 你还在纠结Delta吗 Alpha Gamma 什么Alumi一大堆的吗 你还在纠结那些代号吗 解封行情要来了 往前看 三个月后的台北股市 到底是涨什么一个状况 所以战略家先走在前面 上涨机会高不高 今天的神秘力量 已经把它往上推个2%了 推个2%到3%了 小小洗一下当中课之后呢 往上再拉一下 很迷人 很迷人 因为董监自己都看好了 因为营收呢 近5个月 年增率跟去年比每个月都增加70% 平均喔 甚至有一个月是年增114% 这个东西 我不能够秀上来 因为秀上来就知道了 因为这家厂商做的东西呢 非常非常的 该怎么说 非常关键 而且量呢 而且量呢 只有它会而已 只有它会啦 应该说它的品质做得最好 所以才可以造就前一波 6根 那一波的上涨 这一波的上涨呢 就包含了6根涨停 6根 6根就有60%了 因为它是沿着5日线上 一直冲上去的 很猛的一档股票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你还在看 一直在看 东河也没有做 如果东河钢铁也没有做到 我讲过的 跳上去的 滑融威智 你什么都没有做到 我想这一档个股 你更应该要 在这个时候加入台股赛内加 因为它将会是你第一支 上涨的幅度 超过40%以上的个股 还没加入我的 LINE者跟TG的 赶快来加入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多讲 我想每天不断持续看 陈凤的节目 你绝对 会有所得 明天同一时间 台股赛内加 我们再会 拜拜